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六天 每日新增病例都超过200宗 星期一中下降至新增病例163宗 另一方面 沙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马希迪建议旅游业者 把目光放在开拓国内旅游市场 他说 一些旅游业者相信国境开放后 中国游客会来沙巴 但是 中国实施严格的冠病清零政策 到底有多少中国游客可获准出国 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华教 沙巴中华大会堂总会长吴天权 呼吁华社关注和支持周内独钟 他说 沙巴的独钟在新学年新生总数 比去年减少至944人 接下来是政治新闻 推出明星党的彼得安东尼州议员将在本月28日 在丹南推荐他的新政党 彼得组织的新党将支持现任沙巴人民联盟政 在山打根 今年的年货涨升四起 民众要过贵年 新年不能少的年该 因为预书等涨价 令价格高涨 原料涨价 令自制年比 根助涨价 一名54岁女邓山客星期一早上 从神山顶峰回城时 在拉班拉达7.2公里处 扭上左脚锅 无法行走 最后由萧整原级山岛组成的高山搜救队 把他背下山 感谢大家收看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